不用啦 通常这种状况跟我是觉得啦 跟连长稍微协调一下 应该是可以修了 他今天六点修 是不是蔡怡婷大姐 你觉得我厉不厉害 完全命中他们所有一切 为什么 因为这种部队我看多了 我看多了你知道吗 所以我为什么每一次 这个官兵的这个家长 不管是爸爸或妈妈 在我的频道里面 然后问一些问题 我都可以给他直接命中 因为我跟你讲 这种部队我看多了 我看多了 所以我为什么可以斩筋截铁 就是说部队还有人怎么样 部队还有人怎么样 部队还有人不合理管教 部队还有人不当管教 部队还有人有价没有被太除 为什么我可以直接很明确的跟你们说 因为这种部队我看多了 看到不要看 你说部队的太阳会怎么样 我比谁都清楚了 我太厉害 我看太多了 对啊 他刚刚传来说连长还在检查战斗 各装的妥善程度 就是检查服装 没有如果今天所有人都在检查 那没有问题 那如果只是单独刁难堂 那就不对 而且这个连长 不是我要说你了 你要检查战斗各装 你不能五点检查吗 四点到五点运动 五点十四战斗各装的检查 五点半十四林云宣教不行吗 你一定要拖到人家的休假时间吗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连长也是混蛋了 不太会规划 你是不是新连长 你是不是干连长只有一两个月而已 你这种处置作为 让我觉得你这个连级单位 没有规划的能力 怎么会把人家拖到 现在都已经八点多了 还没有出去 你连长自己有问题嘛 对不对 连长烂嘛 连长应该也是烂人了 大概因为你连上会出现这种事关 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完全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 但是你又觉得 这个事关长在连上 虽然他有一点违反规定 但是至少部队看起来都乖乖的 因为事关长很机车 所以你并没有直接去指责他的不是 所以你就这连长烂啊 你就烂掉了啊 你就同流合污啊 所以我要你这个连长干嘛 烂死了 他今天六点休假 拖到现在八点多还没出去 你看是不是你这个连长无能 无能啊 不然就是你执行官无能啊 没有按照规划来实施相关的这个 旗程管制啊 我看很多人7点就出来了 我儿子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啦 你这个连长很有问题了 你不要因为这样 你这样是违反休假规定 你知道连长 你去看一下休请假规定 里面怎么说 里面说休假人员腰发洞洞离营哦 腰发洞洞离营哦 除非你这个人是放正常假 不是休农浴假 那你如果今天是休农浴假的人员 所有人员都要腰发洞洞离开营区 只要没有离开营区 你连长就是违反休请假规定哦 除非他是正常假 正常假就是隔一天动发洞洞来实施离营 那只要是荣誉假人员都是腰发洞洞离营哦 他说是士官长下令要检查的 我觉得啦 这个士官长今天看到你们这个进去 看你们的儿子 他应该也有吓一跳了 他应该也有吓一跳 不过呢 我是觉得啦 这个士官长的年值 应该是比连长还要置身 所以呢 你们今天进去之后 他依然敢下达命令 表示这个士官长绝对比连长还置身 他就是要压着连长打 那我记得我今天 我昨天跟这个蔡怡婷大姐 这个相关的讨论之后 我曾经请蔡怡婷大姐 去要一下他们营长跟旅长的电话 那像当下这个情形 你的儿子被留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你就可以打电话给营长了 那营长如果不处置的话 我们打电话给旅长 我就不相信 营旅长都是笨蛋 都是坏蛋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到中校上校的阶段 还不知道什么叫是非 所以呢 今天你儿子到现在还没出来 我相信你听我的话的话 应该是有跟连长要到旅长跟营长的电话 像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就应该要打电话给 先给连长 给他滋味一下 请问我儿子18洞洞休假 现在8点他还没出来 连长一定会说马上处置 如果连长不想处置 打给营长 打给连长 连长不想处置 打给旅长 我们就是要让这种士官长 烂士官长当头放鹤 连长打不通 没关系 直接打给营长 直接打给营长 他们有的时候会唱双簧 你知道吗 故意不接 没关系 你把它留久一点 我故意说我电话不通 连长 你不要用这种烂伎俩 这种东西 在国军已经用掉烂掉了 你不要再说什么营区收讯不好 没关系 你收讯不好 我可以打给营长 营长收讯不好 我打给旅长 可不可以 是不是 你不要每次要搞这一招 因为这招真的很烂 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当过兵 我们都没当过兵 我还当官当的蛮久的 是不是 你下属有什么伎俩 我不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 比你厉害了一百万倍 是不是 你要用这种东西来骗人的话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省省吧 你想一想你遇到的是谁 我还是觉得 你按照规定来实施各项事物的处理或处置 那才是对的 你只要没有按照规定 你永远都说不过我 你永远都说不过我 我还是希望这个连长 你至好自己要自己有所进退 你千万不要再被那些资深的士官长牵着鼻子走 很丢脸啊 你身为一个连长被一个士官长牵着鼻子走 你丢不丢脸啊 对不对 搞不好你今天会因为这个士官长被惩处哦 你想一想我们林少卫的那个事件 他们最后那个连士官督导长是要被法办哦 那他的连长一样接受到行政处分哦 那你确定你也要当这种连长吗 你确定吗 还是你要把这个连翻转过来 变成一个合理管教的连 还是你要继续让你的士官长继续为非作胆 我在今天直播开中民意就直接讲了 我在海军官校的那个影片 今天跟某一个人员相互讨论 那最后他为什么说不下去 因为很简单 你只要按照规定去执行各项事务 你绝对不会输啦 那我里面的都是按照国军的人事工作教范 以及内部管理实施规定 再实施每一个影片内容的探讨 所以呢你永远讲不过我啊 我只要说规定是怎样怎样 请问你要说什么 你讲不出话来嘛 你也只能在那边辟个两句而已啊 请问那你辟个两句你能赢我吗 你没有办法赢我啦 因为我一切都按照规定 所以呢你永远讲不过我 你永远讲不过我 就是像这个今天蔡宜婷大姐的这个案例一样 你如果今天要让人家休假 是农意嫁人员 拜托腰发动动把人家放出去 你不要搞到七八点才走 是不是 那你让我七八点才走 我就看不起你这个连队啊 请问你昨天课前准备会议的时候 都没有把今天各个相次各个时间点做这个人员管制吗 是不是你都没有做相关的这个管制作为吗 几点该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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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你这个连队烂人嘛 非常的烂嘛 不然怎么会毫无章法 表示你这个连队很烂啊 不然怎么会毫无章法 是不是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这个连队悬哀乐马 赶快把你这个连队带回到正常的这个附近 千万不要再被士官督导长牵着鼻子走 因为非常的丢脸 你是一个上位 被一个士官长牵着鼻子走 你丢不丢脸啊 非常丢脸 你军官员 你军官员 对不对 你军官员 你被士官长牵着鼻子走 你不丢脸吗 是不是 希望这个连队啊 拿出你的霸气啊 好不好 那你如果自己本质学能不好 自己的体能不好 你没办法拿出霸气来抗衡士官督导长的话 或是士官长的话 你自己要加强啊 你不能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啊 因为这样很丢脸啊 你与其这样要干连长 你不如不要干连长 你不如去当个幕僚 你把连长干得这么窝囊 你不如你不要干连长 你去干幕僚就好了 对啊 你去干幕僚 你就不要干连长 很丢脸 如果蒋中正现在还在世的话 他可能会流眼泪啊 蒋中正现在还在世 看到你这个连长 被士官督导长牵着鼻子走 我跟你讲 蒋中正会流眼泪 你知道吗 蒋介石搞不好会跑起来流眼泪啊 很丢脸啊 他想说我以前 清清楚楚 创立了这个 宝浦陆军军官学校 我还担任了首任校长 结果呢 你现在这个连长 保得被士官长欺负 被士官长捉弄 被士官长摆布 那请问你这个连长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我看你赶快退伍吧 不然就是赶快去历练幕僚 你不适合干连长 你干的连长会让自己觉得很丢脸 而且会让阿兵哥觉得很丢脸 因为你活在士官长的掌握之中 非常的丢脸 非常的丢脸